它是全世界第一支三折疊手機 也是全世界顯示面積最大的手機 直接G級iPhone16系列 華為再度優優領先 5萬人民幣台幣24萬 哇靠 台幣20幾萬去買一台手機 一定會有人買 大家好我是Jaman 我終於回台灣了 我前幾天在美國的 蘋果總部都在忙 iPhone16還有16 破系列的適用 還有開箱 前幾支影片都Focus在iPhone系列 那其實從第一支影片下面 就有非常多的留言跟我講說 Jaman這個iPhone系列聊無心意 你看看人家華為出的折疊手機 我跟各位講 我也有關注好不好 我其實是台灣少數 也不是說少數啦 台灣有在開箱 跟關注華為手機的3C頻道吧 我們去年有開箱那個 華為的Mate 60 Pro 所以我 我當然知道 只是真的太忙了啦 而且 華為手機 畢竟台灣是沒辦法賣的嘛 所以我還是先把這個焦點 放在iPhone身上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要來跟他聊一下 華為新出的這個手機 我跟各位講 真是超級厲害 超屌 華為再度 優優領先 大華為 就是牛逼 真的沒有超猛的意思 我真的是覺得很屌很屌 他的這款型號叫做Mate XT非凡大師 那我知道這個型號名稱 你可能記不住 但你直接記重點 他是全世界第一支三折疊手機 什麼意思呢 像我們現在很成熟 常常看到這個三星的折疊手機 包括Fold 包括Flip 都已經很成熟了 但他就是雙折疊 他打開了 他就從單面打開變成雙面嘛 那華為的這個Mate XT呢 是三面 你一開始拿是一個直式的手機 然後打開來 還可以再打開來 三折疊 全世界第一台 平行而論 這個在機構上面的 技術難度的克服呢 是非常強大的 我覺得從產品的角度來說 今天我今天只是一個Prototype 的話呢 我覺得各家廠商都做得到 就是你只是要出一個雏形機的話 你只是要做個幾十台 讓RD做測試的話 我覺得各家廠商可能都做得到 但是那個良率一定很低很低 那華為是已經做到量產了 所以他是全球第一款量產的三折疊手機 那也因為他是三折疊 所以呢 他打開來之後呢 也是全世界顯示面積最大的手機 然後同時他為了要克服我三折疊遮起來拿 所以他薄度也做到非常誇張 最薄的地方只有3.6mm 真的是很扯 各位如果有用過或是看過開箱就知道 目前的這個雙折疊手機 不管是三星陣營 或是小米陣營 或是其他中國手機的陣營 他打開來是大概正方形 或者是3.4的比例 那扣掉Flip啦 因為Flip他是從方形打開來 變成一個指示 主流變成一個方形的話呢 其實大部分的App的資源都不好 你拿來看影片的話 看YouTube啊 或是看這一個 Ott串流平台Netflix的影片的話 他上下都還是有很大的黑邊 所以即便雙折疊螢幕 螢幕前線面積也很大 但是呢 他很多時候是浪費掉的 那我們什麼時候要追求大螢幕 無非就是看影片跟打遊戲 三折疊手機呢 就非常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他三折疊打開之後呢 那個比例很接近平板 當然你拿來看影片 還是會有小黑邊 但他顯示面積 這就是巨大 他整個打開來的大小 來到了10.2英吋 10.2英吋這個大小 是很誇張的 基本上就是很接近一台iPad 然後呢 我看這個Bilibili 或是抖音人家展示 拿來看小紅書啊 拿來看這個Facebook 這個顯示的資訊量也很大 但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你在公共場合看的話 全世界都知道你在看什麼 因為比例的關係 很好地解決了過去雙折疊手機 有大量黑邊的問題 那很有趣的點呢 是華為這一次發布的時間呢 直接狙擊蘋果發表會的 iPhone16系列 那是什麼樣子一個狀況呢 蘋果發表會 美國時間是9月9號 可是如果各位前幾天 有追直播的話呢 其實台灣時間亞洲區 整個中華區的這個時間 是9月10號的凌晨1點嘛 那當天9月10號的下午 就是華為的三折疊的手機的發布 所以華為這次是你看得出來 它是故意的 它就是盯著蘋果 你一發表iPhone16 我就要洗你臉 你蘋果擠牙膏是不是 我直接給你一個三折疊手機 所以你看得出來華為這次非常的執行 它直接挑在同一天做發表會 這導致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我今年也是有去這個 美國蘋果發表會現場 那我現場遇到非常多中國媒體 有很多是我很崇拜 我也很喜歡 我也很驚訝的大頻道 他們遇到的問題是 那他要參加哪一場發布會 那據我觀察 他們頻道的主要的露臉的那個人 都還是選擇了參加了iPhone的發表會 但同時呢 他們會派他們工作室的另外一個人 去參加華為的那個三折疊手機的發布會 然後影片他們都會上 然後他們可能在後製配音 我就不講哪些頻道 反正他會讓你覺得好像他兩場發布會都有去 但你人不可能分身 就在同一天 你美國坐飛機也要坐個十幾個小時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國媒體就比較尷尬 不可能你中國媒體拿到這麼厲害的手機 你發布會不去 但是他一定還是拍一個他的編輯去 我的觀察是中國媒體 還是有拍iPhone的上手的影片 可是大頻道基本上都沒有拍 像我們台灣頻道這種十幾分鐘在分析 就除了在講發表會的規格之外 講一些比較深度 為什麼這一代iPhone改了什麼 然後他的底層邏輯是什麼 第一時間這些中國媒體都沒有上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華為的關係 但很明顯的是華為他這個時間點發 他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中美大戰的一個代表方 這去年我就講了 在Mate 60 Pro發表的時候我就講了 那去年的Mate 60 Pro 是發表完大概過兩個禮拜iPhone才上 那個時候還沒有時間點 已經很接近了 那時間也沒有完全去狙擊他 但經典就是完全同一天 所以美方代表就是蘋果 中方代表就是華為 那當然這個是華為想做的 但我自己實際上看網路上的資料 包括B站包括抖音 也還是有很多影片在唱衰這一支手機 所以這個是在媒體端的觀察 好那我回到這支手機來講 我覺得最驚豔的就是那個顯示面積 但他的缺點其實也很明顯 首先是他很貴 他的起售價最低是人民幣19999 然後按照不同容量也會到2萬多人民幣 而且這個還只是定價 因為大家瘋搶 所以他現在是吵架 他是要黃牛架的 那各種價格我都有看到很亂 但主流是說要5萬人民幣以上 就是台幣24萬 哇靠台幣20幾萬去買一台手機 所以第一個大缺點是他很貴 那第二個缺點是他使用的CPU 因為華爾也被制裁 這去年我們也有提到 所以他使用的是麒麟9010 那麒麟9010是7奈米的製程 當然是經過了優化 但基本上我有看一下效能 就是不是這一台的效能 但是同樣用麒麟9010的手機的效能 大概是比高通Snapdragon S888 再好一些些 然後還不到Budgeon 1 那現在的安卓手機用的是Budgeon 3 所以他整個落後了還是3年左右的效能 這個效能拿來跑原神 或是拿來跑新鐵的話 是不太可能滿正運行的 就沒辦法60張順跑 而且他跑40-50張之外 整個機身溫度也會到45-47度 因為7奈米製程 所以他的能效比差 所以續航也會差 然後這個發熱量也會大 所以第二個大的痛點就是你花了 如果是黃油價20幾萬 或者是原價台幣10萬塊 你買到了這支手機 但是他使用的處理器 卻是大概3年前左右的效能 這就是很美中不足 你覺得效能就是不夠好 然後續航也不好 那續航不好另外一個點是 因為他顯示面積非常的大 所以你螢幕大 續航就差 不過我覺得華為還是很強 他在這麼薄的氣身當中 還是塞入了3顆電池 然後加起來容量是5600mAh 但實際續航怎麼樣 目前還沒有測試到 但如果有機會買到的話 我也很好奇 我也想要測測看 我目前已經有拖 這個在中國的朋友 看能不能買到 可是真的太貴了 所以這邊也順便呼籲各位 如果手上有的話 你最近會回台灣的話 可以借我們測一下的話 這個就歡迎跟我私訊 IG私訊跟我聯絡這樣 那接下來講第三個缺點 就是他非常的重 他整體的重量是298克 就做到300克 而且這是裸機 他有附一個保護殼 你這個保護殼裝上去的話 應該會到320克到330克 而且他厚度也很厚 畢竟是三塊螢幕疊在一起 所以他厚度是12.8mm 所以你要單手操作 應該是非常的難 就是你折疊起來的情況下 雙手用他 或是拉開來雙手用這樣 所以他很壯 可能比較難讓力氣比較小 或者是女生使用 這支手機他們號稱就是老板機 因為他那個是Z字型的三塊折疊 所以看起來很像皺� 很像皇上在批改皺� 或是高官在批改皺� 又很貴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叫做電子茅台 茅台在中國就是一個期貨 就是有各種吵架 目前這台手機也是各種吵架 前面有講到嗎 因為他使用的是7nm的製程 所以他的發熱量 一定也是會比現在的3nm製程 還要來的熱 再加上他是折疊手機 他三塊螢幕疊在一起 推測你在使用的時候 熱可能會悶在裡面 不確定會不會很容易過熱 這個也要實測才知道 那他用來的手機 他三塊螢幕疊在一起 推測 你在使用的時候 熱可能會悶在裡面 不確定會不會很容易過熱 不確定會不會很容易過熱 這個也要實測 才知道 那剛剛講了這麼多缺點 但是我個人認為 華為這個動作還是蠻有意義的 他在機構上面克服了 然後量產這件事情 我個人還是覺得他蠻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倍感壓力的應該是三星 因為三星推了折疊手機 推了這麼多年 結果沒想到先推出三折疊手機 的是一個中國的手機廠商 那大家想像一下 我前面講的這些缺點 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使用的處理器 不是最新一代的 如果今天是三星或者是小米 或者是其他可以用到 這個Snapdragon的最新一代處理器的 手機廠商 推出三折疊手機的話 那即便他要賣台幣10萬塊 我都還是覺得一定會有人買 而且應該會賣得不錯 為什麼這麼說 你看Vision Pro就要10萬塊了 可是我身邊的有錢人 真的很多人有買 那這個三折疊手機 我拿出去 哇這個炫耀的程度 我都不用解釋了 就好像當初雙折疊手機 因為剛出的時候真的會有些有錢人買 然後拿出來大家就全部目光都會聚集在你身上 因為你現在拿一個iPhone 15 Pro iPhone 16 Pro 其實真的沒什麼大不了 一堆20出頭歲的年輕人 都在拿這些手機 因為雖然貴 可是他也就是4萬塊到5萬塊 可是如果今天一隻手機拉到10萬塊 然後外型上又有很大的不同的話 那這在社交上的那個炫耀感 瞬間就拉滿了 我們今天出去外面這個跑跳 你看這麼多人願意買一個30萬50萬的勞力士帶在手上 那作為炫耀材 他們絕對也很多人願意買10萬塊的三折疊手機 但前提是 我覺得他用的要是最新高通的處理器 最先進製程 要我買花10萬塊買一個7奈米製程的手機 我自己是比較難說服我自己的 但作為開箱的話 我還是很想買一台或是借一台來開箱看看 就看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從中國幫忙帶回來借給我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借好不好 不過這支影片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還是有在關注這個中國科技的發展 我覺得真的是很強 就在機構上是很強的 華為就真的真的跟去年的問題一樣 他就真的只差拿到最先進的製程 中國在代工上然後在機械的這些 自己的組裝上面其實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美國會想要打壓他 有很多因素 我還是不想把這支影片收在一個很政治化的情況下 但是在技術上面 畢竟就是競爭對手 我這支影片並沒有要大外宣 我很怕又被說我要大外宣 我覺得我只是盡量說 我們不要假裝不知道對岸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跟大家聊一下說最新的華為手機 我覺得三折疊手機或是雙折疊手機 還是在很多情況下很實用的 大家想像一下我前面講的都是說 假如小米手機或者是三星手機 推出三折疊配上最新的處理器 是不是很像 那如果是蘋果推出雙折疊手機 哇那不得了 全部的第三方APP廠商 全部都會出都會支援那個解析度 都會支援那個比例 短時間內蘋果可能應該也是不會出折疊手機 但折疊手機有它很大的一個優勢在 今天這支影片就還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然後如果你有三折疊的華為手機的話 歡迎聯繫我還是對它的效能 對它實際用起來的感受相當的好奇 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那也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本頻道不只關注iPhone 我們還是長時間的關注安卓還有中國手機 我都是很有興趣的 好不好 以上是這一次的這個Talk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Follow us 跟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